題目挺有趣的 講正能量 最近大家都很留意我們香港對奧運運動員的表現如何 有凝聚力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正能量 你會否同意 我同意 而且我也看了部分 不可以說太多 運動員的正能量很好 他們本身身心健康也很好 大家的體態和心情 我覺得他們都很好 鬥節力 每樣都很好 甚至有幾個個案 說不行 我都要退下來 不只是說香港 美國的選手 是的 我覺得這個有自知 自知 還有不要勉強 你知道自己負荷不起的時候 就要轉變 做個行動 做個決定 哪一件事才對自己是最好的 其實我今天都在說這件事 如果我們有了知識 多些認識自己的時候 不同人的不同的正能量來自不同的來源 可能有些沒有 我和Peter吃頓飯 我很開心 認識了我這麼多年都會知道 認識我的人都會知道 我很簡單 請我喝茶 和我聊天 我都很開心 或者你來我家 我煮的東西給你吃 我也很開心 很簡單 我的人是這樣的 但有些人說 不行 我要去跳 十個小時沒有 那你就要去跳 不同的東西 有些人 為什麼我們說正能量 有些人負能量多了 例如思考多了 會不會將一些很負面的東西 將它變得很大 化得很不好呢 有些人經常對生活裡面有些不滿足 或者看什麼都看不順眼 那就多了負能量 很多的 近來的確在香港有很多事幹 令到我們 即使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人 都會被這些負面的東西影響 一定 所以我們要修行 一定我們要有個工具箱 例如我都說 會不會有些好朋友 像我和Peter一樣 坐下來聊天都可以呢 有些什麼方法令到你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我們現在經常講心靈健康 那個溝通渠道 和有發洩的渠道很重要 發洩 怎麼發洩 即是要說 要找人 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去打人 或者去找個人 我不行 我打你兩拳 我輸 不是那種 即是我覺得要抒發出來 即是中文講得好些 這個可能要抒發 那你抒發怎樣呢 那你不一定要找專業 你可以找朋友 或者好像我和我媽媽就 關係特別好 好像兩個姊妹一樣 好best friend 沒有計算 有什麼跟大家聊聊 或者他有時候會和我 我們都會分享一下攀任技巧 但是香港可能是不知道 可能是人和人之間 好像那個格幕 不知一重 很多重 就算是很親人都有 都有這個格幕 這個正常 其實不只是香港人 人都會的 因為有時候講一些很深的心事 真的藏在心底裡的話 心底裡的話 不是那麼容易的 Peter 不是那麼容易 說真的 你認識我那麼久 你有多好 主持人是很大壓力 你不會的 因為很多事情 你個人又很正面 你和你師父級 你會很快 化解了 你自己有你的方法去搞定 我也都是 但是我覺得 人人就算我們多厲害也好 其實真的需要朋友 需要有對象 給我們去抒發心情 是 還有我覺得交流一下 你不一定說我有病才交流 是 就是很多時候有心事 或者我今天遇到什麼事 不太好 我就聊一下 我覺得不要經常放在心裡 捱著捱著 就拗出一些病出來 最近講得很多的 就是比如說新聞界也好 或者我們身邊的親戚也好 也好 又去機場 又去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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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隨時都可以回美國 是的 為什麼你選擇在香港 又真的 有什麼 有什麼 這麼吸引你 有你在這裡 真的 當然 你也知道我個人就是 我媽媽也不介意我說 我家人不是在香港 只是我的朋友就是我家 你們每個人都很疼我 第一 還有我自己 對香港是有個情意 小時候來過就喜歡 然後到大學 你從內地去到美國 大學 中山 我會覺得 為什麼不留在那裡 當然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就從來香港 在新聞界發展 其實這樣 我是美國大 是的 我中山出生 我幾歲就去美國 剛才你有沒有說 英文是你的第一語言 第一語言會好一點 因為小時候 都是講英文多 還有現在都是順 當然就來香港久了 然後呢 中文也都靠你們的朋友 經常指點我 就會越來越好 但是香港真的有個情意結 還有我在Missouri開節目的時候 看過Missouri讀完Master之後 之後呢 就來了香港這個有線電視 他請了我做記者 然後就無線又請了我 其實一直沒有打算留很久的 但是香港是我家 真的有一種是我家的感覺 還有自己涉及 真的是Peter Peter真的很關鍵 以前是他帶出我 你見不見他說話 其實你記不記得 我以前經常找你說心事 經常煩著他 就是很煩啊 上班 小時候不懂得處理壓力 怎麼會好事 你那時候大台的工作環境複雜 起碼我不要怪人 我真的覺得自己不懂處理 我小時候 你小時候出來工作 你都沒見過世面 幸好是Column說 你不要這樣 他就解釋 後來他覺得我都做了這麼多年 他說你離開這個電視的框框 原來外面世界很大 他就帶我出來做這個 那時候很流行 是不是叫傳媒培訓 Media Training 然後就確闊了 我仍然覺得在這方面 我們的很多企業也好 我們都做緊的 很多政府部門的發言 都是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是啊 其實你啟蒙了我 這個廚師宵 經常只顧著做電視 因為我從小到大 就立志做電視 經常覺得出鏡 不會不對 不會不對 我現在都很喜歡 我也會繼續 只不過我覺得 你帶了我出來 真的離開這個框框 就是那個視野大了 而且變成我今天 為什麼你看著那三個名字 不像 都是因為你 很多名字 有關於事業 就是我們以前 又做一下形象 很多事情 你問我為什麼這麼喜歡香港 我覺得在這裏 我的人生 很多日子在這裏 還有人生 很多 無論事業 感情上 事情都發生在這裏 我很多記憶在這裏 還有我香港 你又回到內地工作一段時間 你覺得內地的新聞採訪 或者新聞的傳播 又給你一個什麼印象 我覺得 不如說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覺得 那一年的很好 對我來說很好 對我來說很好 就是在我事業上很好 還有當時我都已經想著 你是不是當時已經專注 健康的訊息報道 是 因為我自己 隔了幾年沒有傳職 傳媒發展的時候 我開始發展這個傳人健康 我就已經想著 用我那個傳媒人的身份 出來拿些平台 就像我們今天做節目講的 因為每個人聽到這些訊息的時候 是得益的 我知道我下半生要走這條路 我覺得在電視台上做到這件事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國際的觀眾 你想想我做一個節目 一個報導 幾百萬人都可以聽我說話 我覺得影響很大 但當時我也要做新聞 就是要報導新聞 採訪不是做 採訪新聞 報道新聞 我覺得對我來說很OK 很輕鬆 因為其實自己的經驗就是 做到自己要做的事 還有我覺得去到那些經驗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難到我 很幸運地自己累積了很多經驗 先去那裏做那份工 而是因為這樣儲了經驗 自己處理了很多自己工作範圍的事情 其他事情對我來說 在2018年到2013年都是在美國 當時我回去的時候 我以為你不回來 是的 當時回去的時候 因為媽媽真的覺得 女兒你離開了香港很多年 你家裏在這裏 兼在你現在一個人 爸爸媽媽都老了 你回來了 回到沒多久 爸爸開始衰退 爸爸年紀大 變成我和媽媽兩個照顧一下他 後來他都過世 過人生之後又要想自己的前程 那究竟怎樣 很難寫難分 你和媽媽說不行了 我又要拿包袱走 媽媽媽其實他都不捨得 但是因為有一個offer 亦都配合到我自己的vision 我覺得可以去發展一下 就是因為我看到那個台 即是他有個觀眾在那裏 我覺得是這樣 就不關是內地什麼 可能那裏德國都不出奇 或者英國都不出奇 我覺得是如果有發展的空間 就要去 事實上是做了很多事情 還有做到很多令到這個世界得益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最重要 又是哪個片是得獎的 是 岩正邨 岩正邨拿了獎 因為其實是初時美國我們的分台 就叫我特意指Therisa 你做四分鐘 後來主管很好 就叫我去採訪 然後他就說 都是四分鐘 因為其實電視新聞裏 一定有個框框 你不可以過時 製作也要貴 出電視也要貴 後來真的因為有很多材料 我們很幸運 有很多人配合 帶著我們去做了一個很好的 我們叫Documentary 檔案 做了之後我出來長了 那台又 每個人都很喜歡 很開放 很開放 就說不如我們去播 他們剪完之後 他們都可以了 就出去 結果出來整十分鐘 我記得是很長 我自己都花了很多時間 說真的 你自己多了經驗 聰明了 變了就會 用了多一點時間 去做好個故事 寫得很漂亮 然後有個助手幫我剪片 還有很多時候 搜集資料或者故事 我覺得岩正邨也有很多人報道過 那這個故事對全世界的觀眾來說 有什麼好處呢 聽完 算不算是一個揭秘的角度呢 我又不會這樣看 我覺得每段新聞 都有它的教育性 我的角色就是去處理好它 那件事發生什麼事 還有去探討每個不同的 不同角度去看 怎樣看這件事 我覺得報道OK 最重要 在最後對我來說 那些觀眾得益 看完它收到什麼訊息呢 那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是因為癌症 我們不要說某一個國家 或者某一些事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癌細胞 我回到這裏 去全人健康 我們今天所有全部講 都是我們做好自己 無論你增強正能量 無論你吃東西要看 吃好些 睡眠好些 看法好些 所有事都是令到我們的身體 向好發展 我們會少些機會去發病 因為我們是在說這件事 所以我們說 prevention over cure 所以我當時 為何我做一些新聞的報道 我都會有興趣 關於這個新心靈健康 其實都有一個 無論是直接 或者忍住 收藏住 都有這樣的角度 甚至乎有些營養 我都會報道 我關心的是這些 因為這些 是直接會影響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例如你有個小朋友 現在的子女大 可能突然到來孫讀書 你會不會關心他們在學校吃什麼 我會 例如我們剛才說企業的健康 其實如果你給員工吃好些 或者你會關心他們多些 他自己每個人都身心靈健康些 其實真的影響整個公司 或者甚至乎學校 師生那些 所有他們身心靈健康都影響 應該Jimmy Oliver就做這件事 令到學校的鮮食有個很大的改變 而且他特別 Jimmy Oliver跟我走的路士有些不同 他初初開始都說 你怎樣令到窮些的人 吃多些營養 他初初教罐頭 我就會說 喂 Peter不要吃罐頭 你盡量 但我也會說 我也試過 我不知道幾年前有沒有跟你說 我去 有一間NGO聘請我 他說我們的Refuge 四十元一天 可以去慰康 或者指定的超市 買東西吃 那怎樣吃營養的 真的考到我 我經常都被人考 知道嗎 但我說不要緊 我來教 結果我真的教了他們 用四十天 怎樣去 攀調他們的食物 我會解釋給他們 例如你買一包米 假設你買一包小米 或者醋米 那你不會一餐吃光 那你做一下 計算一下 那你脫下它 你這一包米 你吃了多少餐 那你不要緊 你今天用四十元買了它 但這包米可能維持 我當你小吃 兩個禮拜 那你另外買一包薯仔 你買一包紅皮薯 街市都不會很貴 那你又脫下 那你好像我這麼小 你吃一隻紅皮薯 都可能夠飽 那當然還有其他菜 那我覺得 吃好東西不一定貴 我覺得吃健康 也不需要很貴 有辦法去做的 當然每個人的要求 和可以付出的不同 那我們就看著 剛才我們還沒說 生活的條劑很重要 就是你生活的那個態度 和你生活的那個環境 你所有的東西 去看去調節是很重要 是啊 我也很奇怪 就是我們香港有這麼多 是連鎖的快餐店 那他們都生意很大 也都香港很多上班一族 都去支持 但是我經常都問一個問題 當然有人說他們有的 那他們有沒有請一些專業的營養師 去幫他們去設計那些 餐單的菜式 那他們說有的 但我不知道 真的看不到 或者他們沒有刻意告訴我們 他們提供給顧客的食物 是有堅固到 可能吃得飽 或者入口感也好 但是好像沒有強烈健康的角度 真的 都有 現在那些 例如你講 很大字的 那些 K字頭那些 其實都 近這幾年 其實很多人都講健康路線 即是說你吃些方便餐 不要緊 但是也有些 你想健康一點 例如想吃沙律 多些蔬菜 甚至乎素食都有 那其實這一類的餐廳 通常都 他們說都有營養師 因為他要 我記得周一的局長 是做醫護衛生的時候 他是有營養餐 有個標籤 要有標籤 即是說你吃這份東西 有多少卡路里 有多少糖分 有多少油 有多少鹽 這是要標籤的 但是我自己講 好像我今天一邊講 就是你看自己身體反應 即是如果你叫我吃 例如你每天叫我吃麵包 我就自己不行了 你叫我每天都吃一大碗飯 我現在都不行 我以前小時候OK 但是因為我的飲食習慣 就變了一些 例如你說叫我回去 我媽媽做一些中山點心 我可能以前吃很多都可以 但是我現在又減了 因為身體變化 和自己習慣不同了 而且多了認知 原來我吃得多甜 加上糯米 我會很肥的 我便吃少一點 或者我會分 很好吃 媽媽做一些好吃 我會隔 明天再多吃一份 所以每個人都要知道 怎樣去調理自己 我爸爸 你意思是每個人的體質 會有反應 絕對一定會 我爸爸以前經常說 我們每個人是自己最好的醫生 醫生也有些事情他不能說 他不知道你反應怎樣 你今天可能吃完 糯米 滯滯了三天 你都不知道什麼 那我們再看 你吃什麼 你查到可能糯米 因為糯米難消化 但是有些人可能比你高大些 運動量很誇張 很多 消化那個系統比你強一點 那他吃完沒什麼 那他又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經常提 就是生活裡面 是你自己才最了解自己 你不知道 就由一個我這樣的人 幫你去挑一些東西 剛才你剛才說 那些都要記得自己吃什麼 吃一些是反應 要記住那些數據 但他沒有那個知識去理解 這個身體的反應 是表示什麼 或者我應該怎樣去調節 所以要上課 跟我們這些上課 對食物多一點 而且我覺得 其實人不是不知道 Peter 假裝不知道 不是假裝不知道 而是太忙了 有時身體說些東西給你聽 你是聽不到 因為你太忙了 正如我們在做節目 那我們是不是忙著 讓聲音蓋了身體 給我們的訊息 可能你現在的尾龍骨同僚 你坐了那麼久 我會有點痛 會不會 或者Therese你扭著腰 會不會有些事 但不要緊 現在不知道 他前天今晚就說 今晚才知道 今晚才特意出來 告訴你 我痛了一陣 然後你回想 為什麼今天會這麼腰痛 今早我們做節目 Peter 你不記得我要側身看著你嗎 其實身體無時無刻都給反應 身體我經常覺得是我們最好的科學 這是一本書 他一定會給很多東西看 不會沒有反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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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